榴莲有一个可怕的外表 榴莲的味道让很多人疯狂 但有些是这样的疯狂 啊 臭死了 有些是这样的 啊 吓死了 榴莲是明朝传入中国的 把他带回国的就是下西洋的郑和 哦 甜美好吃 这次叫人榴莲啊 就叫他榴莲吧 如今我们在超市里买到的榴莲 大部分来自泰国 泰国榴莲价格不贵 气味不浓 很适合出厂者入门 但作为高级的榴莲粉丝 真正的榴莲天堂 是他 马来西亚 这里的榴莲不会催熟 只有在成熟后掉落的才会食用 马来西亚的榴莲目前只能冷冻进入中国 而其中最受欢迎的 就是底部有五星标志的 猫山王榴莲 猫山就是果子里 据说果子里会在这种顶级榴莲面前兴奋不已 如果是顶级榴莲吃货 专门飞一趟马来西亚只为吃榴莲 也是不为过呀 我是不白痴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抖音